加拿大贸易部长吴凤仪指出 在白宫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提高关税后 加拿大证检续是否有必要跟进美国做法 外媒20日报导称 日本计划与东协共同制定汽车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战略 以应对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报告指出 全球半导体制造业2024年首季出现电子产品销售升温 第二季预估将年增5% IC首季销售额年增22% 第二季渴望年增达21% 南韩今年4月泡面出口额达1.0859亿美元 约薪台币34.94亿元 创下单月泡面出口额最高历史记录 南韩分析指出 除了南韩流行文化助攻 物价攀升也是泡面需求上升助力之一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